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讲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和Filter还有FightMap还有Simple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赢的勾结 群号是241617598 那里边呢有海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啊同学们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说一下Transformation算子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在这里呢我会介绍当前Transformation里边的一些常用算子的一个应用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打开我们当前的IDR 那在IDR中呢我们来新建一工程啊咱们来新建一工程 新建一工程 新建一工程 然后呢这里我们选择Maven 然后点Nest 然后呢我们起个名字叫 com.goodprogrammer 然后呢名字呢我们叫做Transformation吧 Transformation啊然后Nest下一步 然后直接来再Nest下一步 然后呢在这里首先第一个呢还是老样子 我们也配置当前那个Maven Maven啊这个破文件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选用之前课上啊我们给大家分发的那个东西啊 包括这个给视频当中给大家分享代码当中里边的那个依赖关系 把这些依赖张过来就行 主要是他们啊把他导入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里我们需要做两个地方 第一个需要在Maven下将原有的杂用呢修改为我们当前的Scalar 因为咱们是Scalar代码对吧 S-C-L-A 然后除此之外呢第二件事就是在当前工程下选中OpenModding Settings 然后将我们选中Libraries啊将我们当前的Scalar SDK呢导入进来 选中然后点OK 点OK 再点OK啊将我们当前那个导进来 导完之后呢在当前我们这个Scalar当中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Scalar Class选中Object 然后呢这里我们起个名字讲说就叫TransformationDemo吧 T-R-N-S-F-O-M-A-S-T-E-M-O D-M-O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们来开始演示我们要所使用的算子啊 咱们使用算子MNMAP一下 提示一下 MNMAP 走你 然后呢 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算子呢 有如下这几个啊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要介绍的是当前的MAP算子啊 咱们要介绍的当前是MAP算子 那MAP算子想使用之前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先创建当前Spark对象啊 在这里创建Spark对象啊 创建Spark对象 所以此时呢 这里plconf等于 6一个Sparkconf 然后小块点set 我们到包啊 先别了解 我们先把对冠写完 setappname小块 这里双一号 然后除此外呢 这里我们再点一下set mastermanstr 小块这里 我们选用本地模式进行模拟进行计算啊 那这里local local 然后呢 我们将Sparkconf的包进行导入 导入一下就行啊 这就是导入包错 然后呢 接下来这里 咱们把这个名字呢 张来 看我对象就创建完了 然后接下来这里 我们来创建Sparkcontest对象 等于另外一个Sparkcontest 然后将当前的conf传进来 OK搞定 此时这个Spark对象就创建好了 那此时呢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RDD 因为咱们要模拟数据嘛 在这里我们就创建RDD了 那之前已经教过大家一种创建RDD的方式了 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任选啊 大家可以任选 sc.p 然后呢 在这里咱们出来一个list的集合 假设数据有12345678910啊 然后此时呢 我们的测试用力RDD就出现了 这次咱们要一个做测试的RDD啊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来继续走 往下创建啊 咱们继续往下创建 那这里 首先第一个 我们讲解的算子啊 算子一 存在过Mason算子啊 Map算子 Map算子呢 可以对当前这个RDD呢 中的数据呢 进行便利 并进行啊 并进行操作 那这个操作呢 是怎么做呢 是根据啊 同学们就讲 根据传入的函数决定的 例如我想对当前这个RDD中 每一个元素乘以2啊 假如说我现在想将这个RDD中的 每一个元素乘以2 那此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RDD 是咱们之前上面创建出来那个 点当前在里有一个Map 然后接下来呢 在里我们只需要传入我们对应函数就行 下线下线乘2啊 这个此时记录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RDD 记录 Map是有返回值的啊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RDD 那这个新的RDD呢 就是我们其中已经做完处理的这个值 那在里咱之前说过 Map呢 属于Transformation算子 如果此时在里 大家Print PRNT 然后RDD2 RDD2 那此时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先看一下啊 咱们执行 让当前重去跑一下啊 让当前重去跑一下 稍等啊 这个重去里需要运一下 好啊 那在里也会打印一些那个 这个log日志啊 会打印一些log日志 那在里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就是当前我们的那个RDD 它不会得到任何效果的 同学们啊 这个就位置是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啊 它是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 所以在里啊 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个词想看到的话 此时呢 我们就得触发一个东西 叫做Action算子 所以在这里 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RDD 当前的一些这个结果 所以在这里啊 此时我们先说一个RDD算子啊 叫Connect Connect啊 C-O-L-R-E-C-T Connect 它是干什么呢 以这个 以啊 以这个 宿主的形式啊 形式 返回 这个RDD 的结果 那在这里啊 结果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Action算子啊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想看到结果怎么办呢 这里我们就得RDD 1.Connect 2.Connect 2.Connect 2.在这里 再ToBuff 就可以啊 为什么要ToBuff呢 因为它是返回的是一个不可变的一个数据 我们是无法直接打印的 打印出来是D值 所以在里我们只有ToBuff的时候呢 转变成可变的 我们才能看到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再次执行 咱再次跑一下啊 再次执行 此时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位置 就可以出现当前我们的结果 看了啊 这Map 是不是将当年 当前这里的每个元素都成二了 对吧 那么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Map算子 咱再次执行